我情绪也不好 生活不只是成绩 我死里累给我 我死里累的朋友 他喜欢一个学姐 说实话吗 一般的人脸不大 像我这样大的人怕不怕 大家好 我是廖君涛 难道要分不顾 你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这个人 这首歌的創作对比 就这个人 他的灵感来自于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 他喜欢的一个学姐 然后呢 我就是以第三人称 在观察他 他在恋爱里面什么样子 结果后面发现 原来我自己每次都是这个样子 因为这张个人GT的第一张 是大展长的Live 想问一下 会不会觉得 其实彭路的效果 其实会更有这样的感情 嗯 彭路肯定是会更好的 但是 还是感谢老板相信我 就是用Live的这种形式 虽然会录很多遍 就一直录 但是 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会有观众互动 所以看到的东西 是完全不一样的 同样GT里面的四首情歌 请进入考虑 把其他这些歌放出来吗 这个我 我希望就是 最后是 今年能够 把所有大家听过的歌 能够重做一点 是最好的 之前有说自己的歌的 是明耀电子吗 但粉丝说 如果是明耀书情 还有电子迷幻 只能选一种 我个人的话 还是偏电子迷幻一点 就是熬夜给你 就是打歌吗 嗯 关于 对 大家都辛苦了 真的熬夜帮我打歌 真的 你会白天打歌 对 最好是白天打 就 熬夜打歌 挺辛苦 主要是我发的 发歌的时间也很晚 然后 这样大家都辛苦了 我想问一下 就是给歌迷喜欢 还有毛病存的微信 微信 微信我都不存背书的 就是自己是什么名字 就是说是 他他自己用的什么名字 就是什么名字 所以我经常找不到联系 我可以直接抱头 我可以直接抱 你可以我们量一下 然后你再抱 可以再头发 没关系吧 没关系 没关系 轻轻的会更大 就勒 往死里勒 给我 往死里勒 妈呀 妈呀 真心对了吗 来来来 我们看一下 63左右吧 我天真了 是不是63吗 是这样子的 不是 确实63 因为这个姐姐 没有用力去 我其实应该是58左右 到60呢 我想一下有谁 60 雷佳音61 雷佳音是61 哎不是真的 还是那句话 在娱乐圈里面 找不到头比我大的了 真的 你不像是比较大吗 但我连比较大呀 就大家是有的头大 他是一个 上下来 我是头 这样打 他就要直接下来 完全不一样 我真的找不到 连比较大了 就恨不得 你看哈 就是比如说 演唱会的时候 远远都能看到 我不用看屏幕 但是你说 头小的 远远就一个点 要看什么 就杀杀的朋友 根本就看不到 像我这样子 要是开演唱会的话 就再难得看不到 就是如果你想 我现在感觉到 没吐 还是一个新的 嗯 我们如果请个口号 鱼烂没吐 绝对不吐 怪之怪爱的不胜乎 却躲不过感情的残忍 这个人需要一身满 时尚痕思绪过来没有分散 怪之怪爱的不胜乎 却躲不过感情的残忍